10. 星島日報 居民鼓噪圍堵政府人員車輛 2015年7月15日要問A04公屋原水風波預演如烈 多名房處、水務處及圈缺P代表昨晚出席葵聯 H. 二期居民大會公布應變措施 近200名居民出席期間一度鼓噪 要求盡快安排所有居民嚴血並更換大廈水管 更有葵聯H. 一期住戶不滿當局指指關注二期情況 對一期居民不問不問,一度圍堵政府人員聲討 水務處代表向葵聯H. 二期居民承諾 在未來一兩天攤贓臨時水管及取水點 房屋處總建築師譚貴而則指 葵聯H. 二期的源水由來未必將啟程 H. 本事漢製物含緣所致,現證與成建商溝通 追查問題根源,食水增有粉末飄白水未居民大會期間 有居住在葵聯H. 二期的家長普格代W. 掌有黑班的女兒 聲稱是源水所致,該名家長指,入住二期後 但下的女兒不但身上長有離奇黑色攀點 而且觸碰就會劇痛不已,連醫生也解釋不了原因 另外,居住在二期聯月流的陳先生指,擔心身體受源水影響 認為政府應統一為所有住會安排身體檢查 有速儘快更換水管 居於二期聯日流的劉小姐直施訪處見流過程草率 不負責任,她憂心匆匆指,父母因擔心食水有問題 要求她和妹妹搬到親戚家站住 她作特異度超級市場購買蒸流水 打算帶回級營留在葵聯的父母 但發現附近超市的蒸流水,礦泉水幾乎被搶購一空 十分無奈,一家三口居於聯日流的沈婆婆子 已經飲了很多,沒辦法 透露入伙時發現食水中含白色粉末 而且有似鼻的漂白水味道 但當時沒多加理會 眼見有居民搬離家園,她蓋探 好似離鄉比鄭 一期居民不滿被忽視水務處 昨日傍晚派兩輛水車到葵聯 二期,開放六個水箱提供食水 晚上七時,訪處雲來一箱雙支裝水 僅限二期的聯日流及聯月流居民免費領取 每戶登記後可獲派蒸流水套裝 包括4.5公升蒸流水一支 及800毫升蒸流水兩支 不少桂聯 一期居民亦擔心食水含緣 有一期住戶特異帶糖水瓶 步行十分鐘到二期取水 不滿當局忽視她們的健康 並在大會上包圍指馬多名政府代表 要求檢測一期食水水質 並提供免費身體檢查 居於一期聯起流的陳小姐 直施政府不問不問 又為遷入桂聯 H.蘇年 經常哀咬 不知是否原水野的禍 要求當局盡快檢測一期食水水質 給居民一個交代 記者占楚橋陳詠心 。 召咬 居民 吼 林 在 sł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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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